你们喜欢吗 我是文杰 怎么武汉冷冷都在抗疫啊 然后我昨天在朋友圈 到底发现 妈妈之前看病的一个中医馆 免费发放一万分抗疫包 哇一万分 所以我跟她联系了一下 再看一下到底什么回事 走 刚刚已经来看了 到底好忙啊 之前来这里 排这里都是冷 今天排的这里都是油 大院长你好 我想采访你一下 哦好好好 看到那边好多药啊 那些药都是要送出去的吗 对对 我们送一万分出去 现在还不够了 我们是8月4号开始送的 现在已经一万分送完了 现在又要追加5000份 您这个药煎的话 是不是很麻烦药 煎药其实也是 需要很多人力物力的 我们首先这个药要抓住来是吧 抓了之后的话要去浸泡 浸泡半个小时 然后在高压的煎药锅里面去煎 一般煎一个小时 煎了之后再打包出来 打出来都是滚烫的 手好烫 菜量要几个小时 后面我们就觉得这样的话太花时间了 我们就晚上加班 加班到凌晨 然后就把它都弄出来 弄出来我们只好这个空调 用冰箱也装不了那么多嘛 太多了 对 我们只有把空调24小时的打着 让它摊凉 摊凉之后第二天早上来 正好就打包啊 也好往外发 这个药是一天吃两袋 一天两袋 早上一袋 晚上一袋 年复三天就可以了 一个人 那你怎么想到说要送那么多药出去呢 因为我们是开中医馆的嘛 作为中医人应该为社会尽一点责任嘛 以前是吃个大锅 在外面大家可以来大碗的喝药 现在的话运输方便了 很多患者都是快递 直接快递到户也避免人群聚集 对 刚刚看了还有人过来领药是吧 对 领药也是有的患者是吧 因为快递到家 他输过快递费 有的如果觉得就近的方便的 他就直接过来领也可以的 哎 然后这个是四把阿包 一家三口的粮 会寻风 你看这个寻风效果的 收快递 然后也可以现场来领 为了让更多的人笑着这个事情 那我把大家电展品的赚法收藏 毕竟这是一件满真的粮的事情 好了 今天的这里啦 拜拜 谢谢大家